Hello 大家好 我是Walker 歡迎來到Walker Loom 銀河利峰一套1982年7月到1983年3月 在日本首播的超級系機械人動畫 就算我當時不是太過留意超級系的東西 但這個五個色彩板爛的電單車組成的機械人造型 你怎麼都不會感覺到陌生的 因為公仔書、貼紙去到模型 雖然模型就變成真實系的上色 另外就是超合金 大家就算沒有嚮往過 也都欣賞過他的合金華麗 銀河旋風、銀河列風、銀河疾風 三套動畫構成一個我們叫J9的科幻系列 為什麼當初銀河旋風會跳出來呢 除了他天馬行空的世界觀之外 裡面的科幻理論 就算你是超級系的粉絲 也需要少許時間去消化一下 變大縮小 或者不用穿太空衣 又可以在太空上漫遊 你可以將所有科學邏輯拋出老後 除此之外 他的人物設計也挺創新的 有別於我們看慣的黃道的機械人 他的人物設計比較像老邦三世 風流人物一些 還有衣著很入時 有時代感 加上那些80年代的電子配樂 所以令到除了男子粉絲之外 當年是有一班重要的女性支持者 銀河列風和他的前作 銀河旋風另外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都是取材自一些日本近代史的故事 再投射去一個科幻的世界構成 銀河列風基本上就是日本新選組的故事 誇張到幾乎每一個在銀河列風出現過的人物 都可以追溯到環繞著新選組真的出現過的歷史人物 我不是日本歷史的專家 我也不會假裝 如果你透過電視劇或者漫畫去認識新選組的故事的話 我想對他們的故事都略知一二 19世紀1860年的時候 在日本明治維生之前 一班年輕人在日本歷史的轉捩點裡面 選擇了站在傳統那邊 效忠莫苦 當中有很多忠肝義膽 鮮血橫流 武士故事 刺殺暗殺 什麼東西都有 當中究竟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 實在太多不同的看法 當初因為敗者為寇的關係 都被人捨得蠻壞 活脫了一班黑社會 但是後來隨著一些新選組的死證中 為自己寫回憶錄平凡 二來日本人的文化關係 對於年輕人的犧牲 難免都會浪漫化了 新選組就開始 重新被人寫成一班年輕的英雄 我想歷史的故事 很多時候都會隨著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潮流年代 有不同的看法 或者這樣說 如果銀河列峰是一套2020年的機械人動畫 我很相信它會是一套BL的機械人動畫 銀河列峰的故事發生在銀河旋風之後的600年 在銀河旋風的結尾 水星和木星炸成碎片 令太陽系多了一個新的滑星群 到最後變成三十幾個住人的滑星 你可以想像當時太陽系的政治鬥爭 是多麼激烈 很複雜 一個新的戰國時代開始了 而負責管治太陽系的幕府政府 亦都不斷被削弱他的勢力 在這個時候 一班國懷絕技的青年人就走在一起 組成了銀河列峰隊 駕駛著他們的母艦 莫神妖和這一隻超級機械人 莫神惡 去剷除所有反幕府的勢力 維繫太陽系的和平 有別於銀河旋風 銀河列峰是一套氣氛比較沉重的動畫 基本上它就是一套大和劇 而且如果你想看機械人打鬥 通常只有最後幾分鐘 除此之外就是對白 無論是用來交代成員之間的衝突 又或者他們和其他勢力的瓜葛 怎樣去交涉 討價還價 中間的你如我渣 全部都是對白 所以都看得蠻吃力的 我實不相瞞就看了頭和尾 就看了中間 講到這裡 或者給幾個人名字 大家參考一下 首先就是山本休 山本休 其實就是他整個J9系列的主腦 他本身已經是一個 在日本動畫界非常活躍的劇作家 早期的太空三虎將 或者去到我這個年代的高達 高迪安 山鐵雷福星 甚至到我去到法國才看的白鶴文 原來都有他的手筆 但是J9系列就是他的親生兒子 2018年他死的時候 在他的追思會 他那張衛照下面放的是民河旋風的畫 不可以說出來 這個系列對他們來說是多麼重要 是他的代表作 其實J9系列本來應該有第四集 《文河神風》 會是基於水虎傳的 但是因為他在2018年 突然離世 其實他已經71歲 這個系列最終也是胎死腹中 但是其實部分人切和機切 已經訂了上網 大家到現在還可以看到 另外一個人名就是小松園一纜 他就是人物設計 其實他的人切 大家都應該看過很多 很多機械人片 英雄片 都是他做人切的 我自己最欣賞的 就是夏羅古 他如何將松本寧時那種比較陰柔的筆法 將他搖身一變 變成我比較熟悉的夏羅古 絕對是他的功力 最後要提的就是負責設計這部 莫神河的機械設計師 大西博 為什麼要特別提他呢 因為我完全找不到任何關於他的資料 如果有哪位高人知道 這位大西博 有沒有其他的作品 其他的機械設計 的話 麻煩在留言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終於來到開盒了 看看盒線 好位大哥 好硬正的表坑子的彩盒 天地蓋 四邊四邊都有彩圖 挺有懷舊的感覺 尤其是盒底 這些結合中的照片 我覺得 拍照的人挺有心情 尤其是裡面的書名書 的照片 將一張都扭到盒金的姿勢 扭到盒金的姿勢 原來有一個slogan 可能是這個品牌的slogan 就是要喚醒收藏架 對巨大機械人的激情和靈魂 就好了 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機械人的五件主要部件都拿出來了 有些已經是電單車形態 但有些是機械人的部件形態 我現在首先把所有東西變成電單車 因為電單車基本上就是 銀河你封這個動畫裡面的最主要元素 不單是主角 所有其他的勢力 全部都是好像暴走族一樣 駕駛了電單車又可以飛天 又可以過太空 那些電單車又不見有火噴出來 又不見有噴射氣 又沒有火焰大 可以好像銀河跳狗狗一樣到處飛的 這就是這套動畫的特色 你要接受的 好了 雖然這個應該是男主角 最英俊的那位人興的座家 但是呢 銀河你封隊的隊長 其實是駕駛黃色 這一架叫做 台風號的電單車的駕駛者 他就叫做近藤Diego 我照譯的 就是近藤 因為那個歷史人物 真的叫近藤 Diego 因為那個人物設計 好像是拉丁銳的樣子 皮膚比較深色 還有頭髮很厚 他的外號叫做Don Condor Condor就是禿鷹 Don是西班牙文 類似先生的一位專稱 禿鷹先生 你知道他有多威風 他就是這個 雅樂尼豐隊 這個J92的大哥領隊 來的 雙腳變回電單車 首先就是這裡開 這個東西就用手指夾一點力 拉 是挺緊的 但是我玩過很多次都沒事 開了機頭 把手指向前進 拉下去 最方便 就可以吸收 然後 把手指插 把手指插 拉起來 然後把手指插 把手指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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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起來 把手指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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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手指插 把手指插 到另一邊 真的很簡單 就是這架 颱風號 有一個 不正確 是用一個 左 紅色的二老 他們的天人二佬 角色叫做Sticken Radcliffe 應該是英國人 他有個愛好叫雙引劍 意思是他對隊友或外人都是這麼嚴格的 是惡噻來的 變形就一樣 外形方面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批評 如果要求高一點的話 他就沒有可以讓駕駛員開的軚盤 其實這個設計 他就不如你可以放人仔上去 因為這不是他設計的概念 玩完手就到玩腳 一對腳就由兩位故事開始 才加入的隊員去駕駛 藍色車叫做傳風浩 就由坐馬之介駕駛 他就是比較有型反叛的角色 他在故事裡面只是負責駕駛 他就不會牽涉入他們的隊務 他的角色都蠻慘的 因為他的收場 如果看過這套劇的人 我最有印象就是 他是被人暗殺刺死的 幾刀插落身的 死得很慘 那輛車輪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玩了 如果你想他更威勢 你可以加上炮塔 炮塔其實是機械形態的窗 或者放在背包都可以 但是因為他用了槍柄來插乾 這個位置很粗 變成令到SICA上面 就開了一個多大的洞 我覺得這個就有點破傷 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方法 套進去 我第一次套的時候 是有點緊的 如果你真的很鏡眼玩具 不想弄花它的話 你可能要用一點潤滑劑 黑色的貴風號 就是由這個豐女莉娜 應該是這樣翻譯 我自己翻譯 如果你記得當時阿氏怎麼翻譯 麻煩你告訴我 他有不死蝶之稱 擅長用飛刀 很有型的女英雄 他也有些感情線 也有些複雜的身世故事 做得好 做得好 列豐號 由這個男主角珍晃與時郎駕駛 他的外號Billy The Short 我想是抄襲西部英雄 Billy The Kid 但是呢 他其實就插劍 我插槍 這個珍晃與時郎 你初頭看他的時候 就是一個完美的少年英雄 又英俊 又禮貌 對他兩位大哥有忠心耿耿 但是呢 故事發展下去 原來他有些暗病 後來還因為戰鬥關係 枕悟了他的療程 就變成瞎了 不過他變成瞎了 也阻礙不到他開機器人 你說他多厲害呢 好了 造型本身也是非常精細 很多不同的上色的地方 另一個特別呢 眼睛是有電鍋金色的 我看到整套東西 應該只有這個位置有金色而已 都頗有愛 特地做的 變形呢 首先要加上前輪 因為這個前輪 如果你玩機器人的時候 想他增加可動性 是可以脫掉的 屁股裡有兩個洞 那就不要插錯了 是方形的洞才對的 開始變形了 其實就步驟呢 你玩多幾次之後 你就不用太過介懷了 駕駛桿呢 其實就在腰兩邊 首先要拿駕駛桿出來 腰夾兩邊 就要打開它 前上方有個小握門 就要蓋上去 然後就要伸手指 把駕駛桿托出來 如果手指很粗的師兄 可能會有那麼多難度 因為位置很深入 把駕駛桿拿出來 頂出來拍一聲 再關上腰 記住先蓋上兩邊的小握門 今天就做處理的駕駛 首先呢 其實駕駛的蓋 就是底褲來的 這個原設也是這樣做的 不過原設的動畫裡面 很含糊 這位設計師 真的很有愛地去 還原回 究竟怎麼可以把底褲 變成後輪的蓋 首先呢 就要把底褲兩邊擦開 把底褲連接在後面 兩邊有個筍位 就把它插進腰的筍位 筍位的位置很準 膠底旁邊 空旁邊的兩個位置 也是很準的 就不需要用力插 插進去的時候感覺好像不太實 但其實是夠用的 插進蓋子 就用來 把底褲放進去 首先就打開後面 把底褲拿起來 把底褲一拉就拉出來了 首先要把底褲向下拉 否則是不能進去 插進去 把底褲的位置 在底褲的下方 有個孔可以 把底褲吸收後底褲的金屬幹 所有的底褲都很準 這件事是 玩得很開心的 好 好了 到胸甲 首先要把胸甲 有兩條肝 不要撞到駕駛肝 先把駕駛肝放出來 把底褲上前面的位置 推進去 把車頭燈拉下來 就可以放在上面 這個時候 就可以把駕駛座的座位 蓋上來 按下 按下 剛剛支撐住胸甲的位置 這個時候就把頭摺上去 不要用力了 要不然就做斷翼角 按下 就會剛剛好 一點錯誤都沒有 如果有錯誤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然後把前輪對進去 再把大腿的接合位 把方形的接合位 轉進去 兩邊的翼 向下 接 好了 那列鋒號 就變形完畢 大功告成 他還有少少美化的部件 在後面 一個噴射器 這個就 很輕輕插他就可以了 兩邊 有一個更加漂亮的 這個套 可以 令到那個電單車的造型 更加貼近 他在動畫中的設定 銀河列鋒的 五位一體的車隊 就 在一起了 我們現在把他結合為機械人 剛剛的步驟 調轉做一次就可以了 旋風號和季風號 先拆掉那兩個炮塔 把車頭蓋 輕輕的力 把整個打開 就可以把大腿 在裡面 轉出來 這個很聰明 因為在動畫中 其實大腿 就是跟列鋒號 不是很合邏輯 這個很簡單 就解決了這個邏輯的問題 首先 要把後輪 轉進去 然後 把前輪卡 摺在小腿後面 鎖在另一邊 輕輕按一下 就放進去 它其實還可以拉長一點 向下拉 就有增加可動性的距離 現在都一樣 好了 合體的時間了 如果你怕撈亂左右 其實有個很簡單的方法可以記到的 就是紅和黑 都是傾左 如果明白了這個邏輯 就不會變錯 同步合身 首先 結合兩隻手 要打開 身 拿起兩個 四翼後 把兩個筍位 其實銀色的筍位向下 就白色的筍位向上 對正的 空口裡面的接合位 很簡單 這個真的想得很聰明 我覺得 玩起來又很簡單又很實正 把那兩個四翼 關掉的時候 再對準那個筍位 拍一聲 然後再對準 這樣就很實正 玩的時候 完全不會有鬆弛的危機 腳的筍位 也是非常簡單 把那個 後面 有一個 躺位 就這樣 躺進去就可以了 一個很聰明 很簡單的 結合方式 很實正 在可動性方面 先給大家看看 首先 頭 向前 幅度很大 但是 向後 由於 頭盔的關係 因為 變形本身已經有很多機關 所以 他就不想再搞那麼多 手方面 做到90度 而這個 肩膀 除了有些角度會撞到角度 所以要小心一點 玩之外 其他都沒有什麼問題 手腕是波 上身方面 剛才說過 可動性的關係 最好 換了一個 鋪 它有些遮醜件 套進去 背部 順便 既然 屁股 也有些遮醜件 既然這樣 就不搶載 其實還有兩件 可以使用 小腿後面 也有兩個遮醜件 配合顏色 腰部 可以自由轉動 其實腰部 還有向前咬的功能 可以接到這麼多 大腿玩 我建議 在玩之前 如果你想大幅度 動大腿 最好首先 手動拿起鴿線 一來就玩得順一點 二來就不會有刮花危機 大腿也可以提到很高 小腿的接合有雙關節 腳掌兩邊 白色的兩個圓形 有一個 關節可以讓你 可以多放一些空間 去左右扭動 而前面 亦有一個甲 你可以先拿起 再去設定 你的姿勢 這樣玩法 會安全一點 就不會太容易刮花 放在姿勢上來 這個 雙腳的可動性 已經容許你 放很多不同的 有型姿勢 好快再講講 配件 首先 有兩把劍 一把 在動畫中最先出場的 莫神劍 就是直身那把 另外有一把 叫做 新莫神劍 兩把劍 都分別給了 一個長一點的劍柄 給你 用來擺雙手拿刀的動作 有多些位置 給你拿 我覺得設計師挺聰明 他想到 醜讚位 還有真的做了出來 另外 劍柄 如果使用可動手掌 他有一個筍位 給你插進手掌 裏面 讓他鑽得緊 有這個 我最初看到的時候 以為是 給你用來 補完造型先決的空甲 但原來不是 這個 原來是給你用來做 回力刀 在動畫中 空甲可以拆出來 變成回力刀 另外 剛剛在電單車上 用過的飛彈 其實他可以插在背部上 這樣 另外 他也可以拆出來 做出雙槍的造型 槍柄 也有筍位 讓手掌可以鑽得緊 另外 有一個比較大支的 飛彈裝置 飛彈炮 不知怎樣叫 飛彈槍 在開放中 是出場的 他不知怎樣 飛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連著一個 類似 我真的不懂怎樣叫 這樣可以 飛下去插穿敵人 這裏 應該可以插上槍 這個 變成多餘部件 大家小心點 不要不見了 應該可以簡單一點 插上槍 就可以 很卡通的武器 另外 造型手 也很標誌 尤其是打開手掌 的造型手 很有氣氛 很有表現 我是挺喜歡的 報告就來到這裏 差不多了 要讚的東西 在這段影片 大家都看到 首先造型 就一流 有原裝設計 味道 又加了些細節 符合現在的審美眼光 其次當然 就是把不可能的變形 變成可能 但又不會太過瑣碎 繁複 不會變成一身大汗 他玩得很聰明 很利落 玩幾次就會知道怎麼變 這件事我覺得很重要 其次當然是這個牌子的可動性 是他們的招牌 以這種合體玩具 合金來說 他的可動性是一流的 如果要批評的話 我覺得在某些細節位置 例如打磨 或者油漆上面 有些表面處理 是可以再改良好一點 當然 你收到這個價錢 很自然就會把它拿來 跟一些合金的老品牌 現在的老品牌比較 在這些細節位置 是有些改進空間的 我相信他們都知道 看看他們將來的產品 在這方面 會不會得到改進 其實這隻銀河烈蜂 在日本 有一位 有80萬followers 的KOL 一個玩具KOL 選擇了他做他2019年的自愛 打低了BANDAI的NEO GUNDAM 和15機 可以說幫POST PLUS 打響了他們的名堂 誇張一點說 可以說幫香港爭光 那麼巧 上星期一玩具TV 我們就訪問了兩家 香港新品牌的主腦 都感覺到他們那種 破腐沉舟的決心 以及如何在他們 已有那種玩具市場上 其他產品 再如何提升新的境界 令到玩具迷去吸引他們 以及看到新的玩具要求 聽他們的故事 都感覺到那團火 我想自然 POST PLUS 都是香港玩具新浪潮的其中一願 我們經常聽到上一輩 甚至我們這一代的人 經常說香港這件事又玩完 那件事又玩完 又說青年人什麼不行 其實有一群三四十歲的創業者 現在在默默地奮鬥 而且那團火燒得很紅 大家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